8月1日 东京奥运会田径比赛中 最重要的项目 男子白米比赛 进入到了关键时刻 中国短跑名将苏炳天 在半决赛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9秒83 创造了新的亚洲记录 并历史性地闯入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 决赛中 苏炳天再次跑进10秒 以9秒98的成绩位列第6名 在中国田径运动史上 留下了光辉的一夜 我觉得 要是按照今天来看的话 我目前的实力已经是 真的是极限了 但是要是你说要完美的来说的话 我估计最后10米 要是我不将 能够就是很平顺的 跑出去有力量感的种 可能970几分 对于一位1989年出生 即将年满32岁的老将 外界的期许显得有些高 可苏炳天居然都做到了 今年4月苏炳天接受采访时说 9秒85这个外人认为 是亚洲人的百米极限 他这个岁数可能跑不到了 而他选择在这个年龄继续坚持 就是希望让自己达到新的高度 而现在这个flag立起来了 而在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之后 苏炳天表示 接下来就是享受田径的时刻了 对我来说我现在 不会再去给自己设什么目标啊 我觉得现在就是快乐地去 享受这个田径 可以说 2021赛季的苏炳天 用一再突破10秒大关的方式 给中国带来了惊喜 在2020年 东京奥运会宣布延期一年时 外界都认为 延期最大的受害者 就是像苏炳天 拱立交这样的年过30的老将 也确实有不少世界名将 因为奥运会延期心灰意冷 选择了退役 但是苏炳天不仅坚持下来了 而且在技术方面 又点亮了新的技能点 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最好的状态 在6月11日结束的 中国奥运选拔赛场 苏炳天已9.98的成绩 第七次打开10秒大关 赛后苏炳天透露 因为天气的影响 自己的身体并没有达到最佳的水准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苏炳天依旧全程保持了高速状态 跑出了9.98的成绩 由此可见 现在10秒左右的成绩 已经成为苏炳天的正常发挥 本来人过30 各项机能都在往下走 苏炳天这样的老将 为什么还能在赛场上进步如此之快呢 原因之一 就是苏炳天对自己技术动作的一次次大胆的改革 从2015年开始 苏炳天在美国训练期间 就有了改革技术的想法 通过外教对他主力腿的测试 结果是教练赞成他改起跑技术 近十年的肌肉技艺不是一下子就能推倒重来的 看上去小小的改变 代价却可能是在接下来的市井赛和奥运会上一败涂地 苏炳天经过思考 决定冒这个险 我相信自己 不相信什么极限 这个改变 最终帮助他突破了百米十秒大关 自从改变了起跑技术 苏炳天从小熟悉的起跑脚 由右脚改为左脚 步数由原来47步增加到48步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冒险 幸运的是他对自己动的手术取得成功 在2015年5月底游金站 苏炳天跑出9秒99 成为首位突破10秒大关的黄种人 最深还是肯定是第一次破10秒 我真的没说大话 没说谎 我在站在起跑线的时候 我一直有一种预感 怎么好像有人告诉我说 这场比赛我可以破10秒 真的 但是我不敢多想其他的事情 我马上就要专注听枪 苏炳天的起跑很顺畅 他节奏保持得不错 最后加速冲刺 苏炳天是跑出了9秒99 一跑完下来真的 显示我是第三名 显示下来9秒99 疯了 那是这个 2018年成为苏炳天的高光时刻 他当年四次打破10秒大关 之后受到伤病影响 苏炳天在这两年进入调整恢复期 他说 好像上天一直在考验我 但是没关系 我有这个耐心 就像当时2017年 都在说 过了27岁 运动员好像没办法再继续突破了 但我觉得 我还能跑啊 既然选择留下来 我就希望达到新的高度 到这个年纪27、8岁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 没办法说 再让自己再往这个成绩上面 方面 再次进步 再去获得一些突破了 但是我想 我真的还可以跑啊 我们不是28岁就跑不动了 只是看你想不想跑 最终 苏炳天挺了过来 这一年苏炳天的训练更加科学 2019年 国家的引入高科技辅助训练 即使是举杠铃 也有设备能检测出运动员的有效做工区间 中国对外籍教练兰迪邀请运动专家 给运动员做三维模型 通过将运动员的跑动姿势 输入电脑 与最理想状态的跑步模型 进行比较 找到运动员跑动动作不科学的地方 苏炳天说 这让自己了解到 也许一个微妙的发力点的改变 就能带来速度的提升 别的老将都是因为奥运会延期 不得不选择告别 苏炳天却得益于奥运会的延期 正好在状态复苏的2021年 去冲击奥运决赛席位 在技术上面可能的改变并不是很大了 主要是怎么去调节自己的身体状况 还有不让自己受伤 这是最重要的 苏炳天除了运动员身份 还是济南大学体育学院的副教授 在备战东京奥运期间 他与研究团队一起书里分析了 近十年中国男子短跑 跻身世界前列的历史过程和重要经验 进而写出了未来发展的基本设想 和对策建议的论文 其中核心的一条 就是为大龄运动员 创造优异成绩提供平台 谁能说 这不是他隐藏的心愿呢